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烟边军南下支援 他们的军队中有着为数众多的乌环 鲜卑等边赛部落骑兵 号称竞速如风云 战斗力远超陈平已久的中原兵马 面对北方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 司马颖节节败退 甚至发出如何才能抵挡的无奈感叹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部下向他提出 自己可以帮助司马颖招揽同样勇猛的外族骑兵抗衡敌人 得到了司马颖的同意 此人随后身负重任北上 由此拉开了外族部落逐鹿中原 乃至建立王朝的序幕 这个向司马颖献策的部下究竟是谁 他又会给原本已经混乱不堪的天下 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曾经和西汉针锋 宣赫一时的匈奴由于内部分裂而衰落 其中南迁入中原的被称为南匈奴 南匈奴诸部落很多生活在冰 梁 济等州的腹地 和汉人比邻而居 曹操时期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别管理 他们又被称为匈奴五部 各以部帅为主 由于南匈奴蝉鱼被扣押在中原 因此匈奴各部帅才是实际领袖 时间回到五十年前的三国曹魏加平三年 时任曹魏承阳太守的邓爱 注意到冰州的匈奴左部帅 刘豹的势力逐渐强大 心中担忧 向曹魏朝廷提出 将匈奴重新迁往边疆 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将之分化的建议 得到了曹魏朝廷的认可 大致在同年 刘豹生下一个儿子 叫做刘渊 刘渊自远海 是西汉十七匈奴莫独蝉鱼的后裔 汉高祖刘邦曾将一位宗室之女 作为和亲公主嫁给莫独蝉鱼 所以莫独蝉鱼一系子孙 都以刘为姓 刘渊出生在冰州新兴郡 生于汉地 长于汉地 自幼爱好经义 拜儒学名士为师 读遍竹子百家 又以孝顺闻名 出身太原王室的曹魏司空 王昌对他十分赏识 孙子王继 还亲自拜访他 结为好友 除此之外 他喜爱阅读兵书 因此注重学习武学知识和技能 精妙出众 长大后的刘渊身高八尺四寸 美虚然 子貌过人 有谋略涵养 而且必长善于射箭 体力超过一般人 当时不少冰州人士 都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 按照中原王朝 积迷外族部落的传统 身为匈奴王子的刘渊 也需要去洛阳 替自己的父亲刘豹当人质 于是在贤西年间之后 和诸如鲜卑拓把布的 沙默罕等质子一起长期住在洛阳 得到当时曹魏权臣司马昭的后代 西晋建立的时候 王常已经去世 他的儿子 也就是王继的父亲 王魂同样很欣赏刘渊 一来既因为刘渊本身的素质 二来也因为匈奴难迁后 便接受中原朝廷的赤锋 在一定程度上 和中原王朝的臣子无异 尤其是刘豹等匈奴贵族 大多居住在兵州 自然会和当地的世家大族打交道 太原王室亲近刘渊 也是变相为家族拓宽关系网络 反过来则可以看出 刘渊的交际圈十分不俗 但即便有着这样的家世背景 和人脉资源 刘渊的仕途 走得却并不顺利 司马炎成帝后 积极谋划征法孙吴的事宜 身为众臣的王魂 有意提携刘渊 不止一次向司马炎推荐刘渊 认为刘渊具备相应的军事能力 但其他大臣担忧刘渊的外族身份 怕他灭掉孙吴之后 割举江东 而且从资历能力和威望上看 刘渊确实也不是当时 最好的将帅人选 最后司马炎没有给刘渊 带兵打仗的机会 不幸的是 朝廷对刘渊外族身份的疑虑 很快就得到了有力印证 太十七年 匈奴五步中的一步就爆发叛乱 虽然最后被镇压 但在一定程度上 加上了中原朝廷对外族的不信任感 刘渊的父亲刘豹所部 没有参与叛乱 但同为匈奴 刘渊必然受到连累和怀疑 太十六年和贤宁四年 西北的突发先卑部两次叛乱 朝廷评判失败 由大臣向司马炎推荐刘渊 建议授予刘渊将帅之职 再让他以自己的身份 集结匈奴为国征战 不过这次依然另有大臣 对刘渊表示疑虑 害怕刘渊一旦成功 就会割据西北 司马炎于是放弃了 任用刘渊的打算 刘渊几次错过施展才能的机会 深感挫败 在为好友践行的席间 忍不住流着泪发起牢骚 声音高亢而激动 还唱起悲歌 这件事被素以睿智著称的 晋朝旗王司马忧得知 觉得刘渊野心勃勃 不甘于平淡 于是私下劝司马炎 找机会杀掉刘渊 得亏亡魂力保刘渊 刘渊才免于一死 有才能却因为身份 始终难得出头之志 龙棍浅滩的刘渊 会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 刘渊自从来到洛阳后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都郁郁不得志 甚至发出了恐怕自己老死在洛阳的被探 直到贤宁和泰康年间 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当时因为刘暴去世 刘渊得以继承成为匈奴左部帅 随后又被朝廷委认为匈奴北部都尉 负责管理匈奴各部的军事、律令等事务 以匈奴制匈奴 只要不让刘渊接触到其他权利 对中央朝廷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 刘渊终于摆脱困境 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 刘渊在北部都尉镇上颇有成绩 将匈奴各部维持得井井有条的同时 还得到不明的拥戴 声望甚至超出匈奴五部 远达幽济等周 不少汉家世人也不远千里投奔他 这一时期他不仅锻炼了军政能力 积累了实干经验 还确保自己重新在匈奴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收获巨大 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赖以立身建业的宝贵财富 不久后司马炎去世 司马中继位 为了笼络朝廷内外官员 宣誓皇恩 普遍给予官职和爵位上的赏赐 刘渊也凭借自己的功劳 受封建威将军 五部大都督 汉光湘侯 建威将军和周刺史同级 属于封疆大吏 五部大都督是个临时性的职务 但正是赋予了刘渊 统育匈奴五部的权利 显示出朝廷对他的信任和倚仗 而江侯也是十分尊荣的爵位 属于朝廷的优待 一朝天子 一朝臣 新朝出力急需稳定 刘渊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观 可是好景不长 西京中后期局势混乱 不但政局上各司马士藩王争夺权力 社会也动荡不安 元康末年 刘渊因为部落中不明叛逃出赛 而被问责免官 爵位也被不躲 从这里可以看出 当时男匈奴整个政治和社会体系 已经高度汉化 连领袖级别的人物 也都和刘官相似 受到朝廷考核任免 但是刘渊毕竟有着深厚的人脉 后来投奔了镇守夜城的成都王 司马颖 司马颖早年一直待在洛阳 只是因为得罪了当时握有权柄的皇后 贾南风一党 才被打发出来镇守外地 刘渊应当是在洛阳期间和司马颖交好 司马颖出到夜城 并没有太多话语权 刘渊即便在此时投奔她 也没有前途 直到多年后的永宁初年 司马颖因为和其王司马炯 以及和剑王司马颖等 一起夺取了朝廷的控制权 声势已经今非昔比 刘渊很可能是这个时候投奔她 而且一投奔就得到了司马颖的推荐 担任刑宁朔将军兼五部军事 重新和匈奴建立了联系 还攀上了宗室的大树 宁朔将军与剑威将军同品 但向前了一位 尽管刑并不是正式的官职 但从兼五部军事的职责可以看出 司马颖恐怕是想借助刘渊的声望 鸡迷尽在咫尺的匈奴各部 刘渊此时应该住在叶城 不会被司马颖轻易放走 司马颖成为皇太帝时 刘渊也从行宁朔将军 转任皇太帝屯齐校尉 从职位上看 应当是成为了司马颖的 新副将领 司马颖 司马炯 司马庸 三个藩王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 司马炯在后续的权力争夺中死去 又经过一番风波 朝政大权落入司马颖 司马庸 和另一个藩王 东海王 司马岳手中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 可以参见老权相关视频 司马颖身为皇太帝 在叶城遥控朝镇 独断朝纲 这是在中央任职的司马岳 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夺取大权并除司马颖对朝政的影响 司马岳在永兴元年 挟持皇帝司马中从洛阳出兵 号称十余万 大举讨伐司马颖 大乱将至 刘渊又会有何表现呢 永兴元年 司马岳带着皇帝司马中 向叶城进军 驻扎在荡英 叶城震动 司马颖紧急部署防御 刘渊作为大将也被委以重任 被授予代理辅国将军的职位 负责都领叶城北城的防守 不久后 司马颖出兵在荡英 通过野战击溃了司马岳大军 还抢回了皇帝司马中 这下只得一满 战后论功行赏显然大气了许多 刘渊也分了杯羹 升任冠军将军 封决卢奴博 司马岳虽然失败 但逃过了杀身之火 随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东海国 司马俑居中调停 以朝廷的名义封司马岳为太傅 想把他召回朝廷 但司马岳自然不肯傻傻回去 任司马颖宰割 拒绝了官职 不断积蓄力量 很快就夺取了整个徐州 并传习四方 继续号召各地诸侯讨伐司马颖 司马岳的弟弟 宾州刺史司马腾 联合在幽州掌握兵权的安北将军 王骏杀死了司马颖委任的幽州刺史 和颜 王骏自领幽州刺史 司马颖想稀释宁人 征召王骏入朝 但王骏站队司马岳 和司马腾合兵 并且招揽了段谱鲜卑 乌环杰珠等边塞部落 集结大军一起南下攻打司马颖 司马颖派兵阻击司马腾王骏的联军 但被强劲的边塞兵马击溃 司马颖大为震撼 尤其恐惧断步鲜卑 乌环杰珠的精锐骑兵 刘渊趁机向司马颖建议 由自己出面 召集兵技等州的匈奴武部 以更强的匈奴对抗鲜卑乌环 必定马到成功 司马颖当时正六神无主 立刻答应了刘渊 可他却没想到 自己这一决定 时刻卫士放蛟龙入海 纵猛虎入林 习近的命运 从此发生了巨变 原来霸王之乱 致使天下混乱 刘渊的族人 向浑水摸鱼 反抗竞朝 恢复匈奴旧日荣光 早已暗地里 推举刘渊为首 刘渊在竞朝起起伏伏 总体上还是被打压居多 特别是身为匈奴王子 却被一纸文书 罢除官职的事 必然给他留下了 极大的阴影 所以也有心摆脱桎 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霸王之乱 带来的混乱 粉碎了西境 天命不可挑战的信念 对于长期生活在 华谊秩序所构建的 社会体系下的刘渊来说 犹如划破夜空的闪电 让他对自己的前途 有了新的认识 司马颖的任命 恰好给了他 实现自身报复的机会 永兴元年八月 刘渊回到匈奴主要聚集的 兵州左国城后 匈奴各部立刻推举 刘渊为大蝉鱼 四方来会 只二十天就聚众五万 从司马颜到司马颖 几近三十年 刘渊这才真正重掌匈奴 刘渊成为大蝉鱼后 并没有着急和司马颖 划清界限 而是谨慎观望局势变化 司马腾王骏战胜 司马颖的同时 司马月也再度起兵 天下多有响应 司马颖生怕被围奸 又听说司马颖的援军 已经抵达洛阳 还没等到刘渊来援 就带着司马中 放弃夜城 逃亡洛阳 很快又和司马颖的援军 一起从洛阳退往关中 刘渊听说后 认为司马颖废物 烂泥扶不上墙 当时拥戴他的匈奴人 都劝说他 不要再寄人离家 给昏溃无道的 晋朝皇帝 翻王效力 以自己和族人的生命当炮灰 刘渊深感有力 也不想重蹈被剥夺权力的覆辙 于是在当年十月 正式在左国城南郊 涉谈称王 为了给自己的政权 增添合法性 为自己反抗晋朝 找到合适的借口 刘渊自称汉王 打出了蜀汉末代皇帝 刘善的旗号 追尊刘善为先帝 刘善死于太史七年 作为亡国之君 是晋朝统治者 接待外兵时 经常出席的吉祥物 刘渊出到洛阳的那段时间 两人大有可能见过面 虽然没有深入交集 但必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复兴大汉的口号 最后竟然由刘渊 这么一个匈奴人喊出来 实在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刘渊建国反抗西进 是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大事件 他拉开了外族进入中原 参与争霸的序幕 继刘渊的匈奴之后 枪 鲜卑 低 杰等族 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比八王之乱更为血腥 混乱 残酷的五湖十六国 也随即到来 刘渊起兵后 他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 西进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除了刘渊之外 在混乱的天下 还有哪些英豪涌现出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苏老全 更多的精彩 让老全为你一一道来